大家好我是Amy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這本書是 《復利效應》 這本是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書 幫他寫推薦序的人 就是知名的激勵大師叫做安東尼羅賓斯 那我剛好上完了安東尼羅賓的課程 所以後來回頭來翻這本書之後 我想說那我來分享這本書給我的影響 然後希望也可以對大家帶來啟發 這是有關於投資理財與自我成長的頻道 如果你希望每週只花十分鐘 就能提升競爭力的話 歡迎訂閱喔 那我就開始了 《復利效應》這本書呢 我覺得他裡面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 他講的是 成功不是靠運氣 成功其實是一門科學 每個人的情況雖然不同 但是成功的法則適用於所有人 我在看非常多的書的時候 我們其實心裡會有一個預期 比如說我們會覺得成功是沒有辦法複製的 然後能夠複製的只有失敗 可是在這本書裡面呢 就講到了一個經典的例子 那就是你每天只要進步一趴 一年呢你就會成長三十七倍 那在《復利效應》裡面分享一個 ABC三位先生的故事 大家來對比一下關於《復利效應》的差別 他說有三個傢伙呢 他們從小一起長大 住在同一個社區 各方面都很雷同 三個人的年收入都是五萬每年左右 全部都已婚 健康體重都一樣 只是呢 婚後都有點發福 那第一個朋友呢 A先生 他繼續他原本的工作與生活情態 他對他的生活感到滿意 偶爾會抱怨一切一喘不變 那第二位朋友呢 B先生則開始做一些看似無足輕重 小小的有益改變 他每天會看一本好書 只有十頁 在通勤的路上呢 聽三十分鐘教育或立意志的音頻內容 他想要看到人生改變 但又不想要特意的大費周章 所以呢 他又嘗試看看 每天呢減少了一百二十五大卡 每天減少一百二十五大卡呢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難度 也許只是早餐呢 少喝一杯穀物 或者是少喝一杯汽水 或者是只是把汽水呢 換成了氣泡水 或者是把美乃滋呢 改成芥末醬 除此之外呢 他每天也開始多走幾千步 他知道這些改變呢 雖然很簡單 但是也容易半途而廢 那第三位朋友呢 C先生呢 則做出一些糟糕的抉擇 他選了一台大電視 然後可以盡情的享受他觀看的節目 而且他在美食頻道裡面 看到了一些美食呢 他一直在試作 並且他最愛的就是各種甜點 之後呢 他又在他家裡裝了一個吧台 每週可以多喝一杯酒精飲料 其實也沒有什麼瘋狂的行為 只是讓他的生活多了一點樂趣 那時間過了五個月呢 三個人感覺不出來有什麼明顯的差別 B先生每天晚上持續看書 在通行的路上聽音頻 C先生呢 則享受他的生活少做一點事 A先生則一切造就 甚至呢 他們的體重 如果把後面的小數點去掉 其實看起來差不多 過了十個月之後呢 也看不出有什麼變化 但是到了第十八個月 甚至到了第二十五個月 到第三十一個月的時候 變化驚人 C先生胖了 B先生瘦了 每天減少一百二十五卡 到了第三十一個月 B先生瘦了十五公斤 而同一時間 C先生每天只多攝取了一百二十五卡 兩年半之後呢 他增加了十五公斤 那這樣一增一減呢 B先生和C先生呢 就差了三十公斤 而B先生在這兩年半的時間 投資了將近一千個小時 閱讀好書 還有音頻 所以呢 獲得了加薪和升遷 並且呢 他的婚姻幸福美滿 那C先生呢 他的工作不怎麼愉快 婚姻觸交 而A先生他兩年前 跟現在完全差不多 但是因為他自己又是一成不變 所以他又有幾分不滿了 所以在婦例上映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以為那些成功的人 都是一夜之間成功的 可是事實上真正的成功呢 就是靠了這些微小的習慣 極小成多而累積來的成功 我第一次聽到婦例上映這個詞的時候呢 然後聽到這個例子 完全震撼到了我 因為我就是一個慢慢變胖的C小姐 所以我就覺得說 天啊原來就是一些沒有察覺 然後微小到不容易注意的小習慣呢 來讓我們產生了巨大的改變 那這本書呢他說有六個步驟呢 可以幫助你一步一步的抵達成功 包含呢先了解什麼是福利效應 第二個呢就是選擇 第三個就是習慣 第四個呢就是動能 第五個是影響力 第六個呢是加速 那我想要針對影響力這部分 來給大家一點實作的策略 那這幾個重點呢也是我自己計劃呢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呢我想要執行的方向 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列出 你生活中不夠此之以恆的三個領域 然後寫下你到底想要改變什麼 並且對自己宣示一下說 我想要改變什麼 然後我想要變成什麼樣的人 比如說像我就覺得 我有三件事都不太有毅力的牽扯 第一件事情就是減肥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英文學好 然後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把書寫完 就是持續的創作這件事情 所以這三件事情是我自己很希望可以把它做好 但是沒辦法持續做好的領域 那這就是我所寫下來的 那減肥的話我可能會寫下說 我可能我的目標呢是希望長久目標收到幾公斤 但是我可以把它化為我近期的行動比 假設說我想收一下10公斤好了 可是我後來在清點我自己的生活習慣之後 我發現我不喜歡喝水 我可能喜歡吃宵夜 或者是我喜歡吃甜點 那我可能可以先從目標設定說 那我現在開始每天喝2000CC的水 或者是我借掉宵夜 或者是我借掉甜點 這些小習慣呢還慢慢的去改變自己的生活 如果說一開始直接借掉甜點啊 或者是借掉宵夜很困難的話 那可能可以變成說 原本的宵夜是10點吃 然後變成8點吃 然後再變成7點吃 如果是想要借掉甜點的話 可以從一開始甜點可能會是一些 比較heavy的甜點 比如像是比較高熱量的蛋糕啊 鮮奶油蛋糕 把它換成的像是比如說像豆花啊 或是一些中式比較傳統低熱量的甜點來取代 那這也是一個改變習慣的好方法 接下來呢就是在第五章節裡面 影響力裡面提供了三個方案 然後是我在近期內 我打算立刻執行的 其中呢第一個呢他講的是 關於你的大腦呢 是不是垃圾進垃圾出 他講的就是說我們在學習知識的時候 我們要盡可能的去避免一些垃圾資訊 來侵犯到我們的時間還有我們的思考 然後去挑選一些比較篩選過優質的資訊 那根據我的經驗呢 其實我是一個蠻少看電視的人 那如果我喜歡看電影呢 或看戲劇呢 我也會經過朋友的推薦呢 才會去選擇一些我想要去看的電影 然後比如說去看Netflix啊之類的 而不是在打開電視呢就漫無目的的觀看 那這也是一個減少垃圾資訊的模式 那再來就是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閱讀呢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習慣 因為通常一本書的行程需要大量的時間 還有知識的累積 他才能夠寫出一本結構很好的書 所以呢 我覺得多閱讀還有多聽有益的音頻呢 其實也是一個讓自己的大腦補充養分的方式 那他有提到 他說千萬不要讓你的大腦喝髒水 因為你喝了髒水 他出來的東西也是髒的東西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會想要做調整的 就是我會更謹慎的去挑選我所吸收的資訊 然後第二個呢 他提到的就是關於交往對象 就是你所有來往的對象都是影響你最多的人 所以可以好好去檢視一下你的人際關係 像跟你共同生活的那些人 到底對你有沒有正面的影響 我說的是正面的影響不是正面的幫助 有時候大家常常會認為說 這樣子好像很利益 可是事實上呢 如果這些人跟你一起出去運動 或者是一起遊玩 會讓你感到快樂的話 那其實也是正面的影響 他不見得帶給你所謂的利益 但是這也是你值得交往的朋友 但是相反的 如果有一些朋友是 你跟他們出去呢 他們只是在八卦說別人的壞話 或者是他們只是在抱怨世界的不公 或者是他們只是在埋怨自己的生活 我建議你們可以跟這些朋友近而遠之 你的人生會更美好 然後他也建議呢 你可以組織自己的個人顧問群 從自己的身邊找出一些優秀的朋友 然後跟他們學習 那這也是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的方式 像我自己知道我擅長的是 財務規劃跟行銷顧問 那我可能會透過這樣的東西 來協助我的朋友 那我知道我的朋友可能 有人擅長健身 有人可能擅長美學的東西 那我也會很認真的跟他們學習 那我相信呢 如果透過這樣的方式調整的話 你們一定可以感受到明顯的成長 在跟這些朋友的相處過程當中 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環境 所有我們夢想中想要達成的生活呢 其實都有可能超過我們的舒適圈 像我最近就有一個很深的體悟 我前陣子呢 跟我的朋友聊好說 欸我想要把預算控制在一千百萬 然後買一個台北市的房子 就後來發現看到後來會覺得很灰心 會覺得說 唉真的是買不起什麼好的房子 在大安信義區 那後來呢 我就決定要提高我的預算 變成了兩千萬 然後就開始看兩千萬上下的房子 之後就覺得多了很多選擇 然後前幾天呢 剛好上完安東里多賓的課程 突然意識到說 我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來對待我自己呢 我為什麼要選擇將就呢 因為這會讓我們失去動力 所以我後來改變了形式 我就直接在五九一裡面 看了所有我覺得很棒的房子 我不管它的價格 因為我想說價格是彈出來的 然後直接丟給我合作的房眾說 我想要看這些房子裡 去看這些房子之後 我才真正的體會到 天啊這房子好棒喔 我想要住進這樣的房子裡 雖然它可能有點貴 可能超過三千五百萬之類的 但是如果這個房子 是我真正想要的房子的話 我就有能力去賺到這樣的錢 所以如果我沒有明確的 給自己強烈的動機的話 其實反而會失去賺錢的動力 所以我蠻推薦大家 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不要自我設限在自己的舒適圈以內 應該試著去思考說 什麼才是你最想要的 就算它超過你的舒適圈 有點不舒服也沒有關係 因為只有這樣子 你才能夠感受到自己的成長 以上這幾點呢 就是我接下來的幾個月當中 會實行在我的生活中的改變 那如果未來實行之後呢 有更多的心得呢 我會再分享給大家 也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找這本書來看看喔 如果你有什麼任何想要改變的事情 歡迎留言跟我說 那最後呢我想要來問大家幾個問題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幾種功課當中 你最想要開始執行哪一樣呢 A 我想要先設定我的目標 先找出三個 我一直想要持之以恆成長的比喻 但是一直沒有做好的地方 B 我想要先改變我吸收資訊的方式 先為我的大腦能餵去營養的食物 而不是再餵進去當東西 C 我想要改變我的人際關係 重新盤變 然後並且去篩選 然後找出適合一起共同成長的夥伴 D 我想要改變我的舒適圈 然後嘗試去欣賞那些我夢想中的 所有的好東西 然後來改變自己的視野跟觀點 讓自己更加的成長 B 隨意跟我閒聊 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